我師父洪金寶先生 还有陈隆 李廉杰 袁华 袁彪 哪一个不是五六十岁 还是在亲身上阵的 拳拳到肉 刀刀见血 所以我在想 只要我四肢还能动 就像这样 二十岁左右到香港 我师父洪金寶先生 就收我成为他的第一个 正式徒弟 所以才进入洪家班 那好 就把命交出去吧 反正拼吧 从十几岁就开始拼命了 到现在还是一样 那既然干了 我就没有想过 我要习命 这就是我师父洪金寶先生的洪家班 交给我 作为一个演员的态度 也是会陪伴我 永远这一生的人生信念